切成絲狀的春捲皮 包裹起司蝦丸 在油鍋裡炸的金黃酥脆 還有這一道加入蝦仁 雞丁蟹肉以及炒烏魚子的招牌炒飯 都出自有五十年 資歷的新級主廚之手 餐廳開幕兩年就入列 米其林推薦指南 幕後推手就是他 林憲宗 林憲宗原本從事製造業 一塊時尚家具 打入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 疫情期間回國 意外跨入餐飲業 目前旗下擁有三家餐廳 燃營收超過五億元 還正在計畫把正統川菜 以及南洋料理帶來臺灣 九月在東區新地標 Diamond Towers合資 開設法式餐廳 目前預約 還得排到兩個月後 看好東區消費力 加上最新差期的新光三月 主攻精品貴位 以及精緻餐飲市場 動輒都是一棵上千元的餐廳 和一旁SOGO 微風百貨 也有所區隔 最近也有很多新的業者進來 那我們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努力 他們覺得這塊保地 還有很多商業開發的機會 所以紛紛加入 東區這塊再進來的時候 有可能在新一計畫區裡面的人潮 會做一些移轉的動作 遠東SOGO光是今年中年慶業績 單日就衝破13億元 更挑戰歷史新高120億 東區三大店包辦全集團 業績六成 如今新光三月靠精緻餐飲龍頭業者進駐 挑戰東區霸主地位 未來勢必也將替東區餐飲市場 帶來新面貌 三立新聞彭志華李孟山台北報導